在發出日期期計計的6個月內仍然有效 換言之,假設有當務在接收第一封警告信後 已經糾正了它的違約行為 如果它在未來6個月再發現違約 食環署是可以直接向它發出第二封警告信 而不需要再重頭開始發出後頭警告 管署發現,公眾街市的攤檔有4類常見的違規問題 第一類是當戶佔用公共通道 根據街市規例,當戶不可在公眾街市放置任何物品 以致對他人造成妨礙 租約規定,當戶不可在攤檔以外的任何地方 擺放任何物品 所謂攤檔以外的地方,就是不可在攤檔的黃線 或陳列台以外擺放貨物 既然法例和租約都有相關規定 食環署人員發現當戶佔用公共通道時 是會以什麼準則去決定當戶是違反法例 還是違反租約呢? 我用以下例子簡單說明一下 這兩個蔬菜和水果的攤檔分別以黃線和陳列台 作為界線 租約規定,兩個攤檔的當戶可以在界線裡擺放貨物 假如他們將貨物擺放在界線以外呢? 即使當時沒有阻塞通道 他們這個行為已經違反了租約 在這個情況下 食環署應該以警告信制度作出執管 但如果當時的環境是非常多人 他們這個行為就是妨礙他人 屬於違反法例 食環署是可以向他們提出檢控的 根據食環署的指引 決定攤檔是否對人造成妨礙 是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 包括公共通道的闊度 當時的行人數量 和阻礙範圍的大小等等 就著食環署對當戶佔用公共通道的執股 管署發現有以下不足 第一,食環署經常重複 向違規的當戶發出一些沒什麼效用的口頭警告 如在調查報告的個案一 食環署在2016、2010至2016年 其中的三個時段 一共有29個月的時間 向長期佔用公共通道的攤檔A 差不多每一天發出兩次後頭警告 但未有將行動升級 結果攤檔A的當戶仍然繼續違規 另一個不足 就是食環署甚少執管當戶在界線外 擺放貨物的行為 正如剛才所說 當戶在界外擺貨 其實已經違反了租約條款 但在調查報告中的個案二 本住人員視察時發現 其實不少當戶都是在界外擺貨 但食環署就沒有去執管 這種寬鬆的處理方法 是會令當戶以為 只要不阻塞通道的話 在界外擺貨是不會有問題 這樣做 就只會令食環署往後的執管更困難 最後一個不足 就是食環署未有嚴格去執管 一些長期阻塞通道的當戶 令到終止租約機制未能發揮應有的阻嚇作用 數字顯示 在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 食環署引用法例 向妨礙途人的單檔提出了6,000多宗檢控 但真正被終止租約的只有8宗 相關個案亦顯示 長期阻塞通道的當戶 甚少在12個月內被檢控4次 所以不會被終止租約 第二類常見的違規問題 就是當戶改變攤檔用途 根據街市規例 當戶不可自行安裝或改裝 攤檔的任何固定附著物或裝置 我們稱這條文為改裝條文 租約規定 當戶不可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 將攤檔用作指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就著食環署對改變攤檔用途的執管 本署發現有以下不足 第一 前線人員對於一些明顯的違規情況是如不見 在調查報告的個案3 食環署在2015年接獲相關的投訴之後 確定某一個街市裏面有6個 原定用途是售賣食物的攤檔 用來做辦公室、冷藏庫、工場或儲物 以下就是本署人員視察所見的實際情況 圖中可見 這幾個地攤檔改變用途的情況非常明顯 前線人員每天去巡查攤檔 實在不可能不發現 另一個不足 是食環署人員疏於監察 而需要重新啟動警告信制度 個案3 有市民在2013年已經向食環署投訴 攤檔B將凍肉攤檔改裝成辦公室 食環署在2013年3月發現攤檔B違規 於是就按警告信制度發出口頭警告 直到第二封的警告信後 攤檔B就在辦公室前擺放了凍肉櫃 並在玻璃墨牆貼上收銀署的字樣 食環署就接納了攤檔已經是糾正 到了同年7月再有市民投訴 食環署監察後再發現攤檔B違規 由於距離上次發出警告信的時間已經超過6個月 該署又需要重新發出口頭警告 今次在發出第一封警告信後 攤檔B又再擺出動肉櫃和貼上收銀署的字樣 食環署又再次接納了攤檔已經是糾正 到了2015年 食環署又因為市民投訴而發現攤檔B違規 今次距離上次警告信已經超過一年多 所以又需要重新再發出口頭警告 正因為食環署疏於監察和跟進 該署每次發現攤檔B違規時 已經距離上次警告信超過6個月 所以又需要重新去啟動程序 向當戶重頭發出口頭警告 令到警告信的執管和阻嚇力大減 第三個不足 食環署輕率接受洋裝的糾正違規形式 個案3裡的攤檔C 原本應該是賣凍肉的 但用來做冷藏庫 冷藏庫的面積佔了攤檔的三分之二 被食環署發現違規後 當戶就在冷藏庫前放了一個凍肉櫃 而這個櫃台只是佔攤檔面積的5% 攤檔D原本應該賣消美老美的食物 但用來做肉類切割工場 被食環署發現違規後 當戶就在大型的切肉機器前 擺放了一個展售食物的櫃台 但這個櫃台只是佔攤檔面積的16% 攤檔D原本應該賣消美老美的食物 但用來做儲物 被食環署發現違規後 當戶就清空了裡面大部分的雜物 並且放置了一個展售食物的櫃台 但這個櫃台只是佔攤檔面積的8% 攤檔D原本是賣凍肉 但用來做冷藏庫 冷藏庫佔了6成的攤檔面積 被食環署發現違規後 當戶就在冷藏庫前面 放了一個凍肉櫃和食物榜 但這些櫃台只是佔攤檔面積的6% 最後,攤檔D原本是賣消美老美食物 但用來做冷藏庫 冷藏庫佔了攤檔面積的一半 被食環署發現違規後 當戶就在冷藏庫前面 擺放了一個展售食物的櫃台 一張櫃台和一塊砧板 但所有面積加起來 只是佔攤檔總面積的10分之1 以上的糾正方式 食環署全部都接受 本署不排除用作展示貨物 或進行交易櫃台 可能只是在食環署進行執管時才出現 食環署接納6個攤檔以洋庄的手法作出糾正 本署認為未免過於輕鬆和得過斜過 最後一個不足 就是食環署甚少引用改裝條文執法 部分違規改變用途的攤檔 可能同時都違反了改裝條文 好像辦公室就需要搭建天花的層架 冷藏庫也必須接駁電源 這些工程大有可能是違規改裝了攤檔本身的固定裝置 但是食環署沒有去跟進這些攤檔是否違反了改裝條文 更亂亂執法 第三類常見的違規情況 就是攤檔的營業時間不足 租約規定 攤檔在一個月內 是不可以在未經批准之下 停止或暫停營業7天或以上 但是租約就沒有規定 攤檔每一天需要經營多少個小時 就住食環署對營業不足的攤檔執管 本署發現有以下不足之處 食環署沒有對營業日數低過規定的攤檔執管 調查報告中的個案4 某一個街市的樓層有超過220個攤檔 根據前線人員的巡查記錄顯示 2016年5月樓層有39%的攤檔在休業7天或以上 有33%更是一個月內休業16日或以上 在同年的11月 同一個樓層裡休業7天或以上的攤檔有45% 16日以上的就有30% 在本署展開調查前 食環署一直都沒有就這些違規攤檔採取行動 直到本署展開調查後 該處才在其後6個月發出12個口頭警告和12封警告信 另一個不足 食環署沒有就著洋裝營業的攤檔制定執管指引 根據本署人員的視察和傳媒的報導 公眾街市確實有攤檔為滿足租約的要求來到洋裝營業 綜合觀察所得 疑似洋裝營業的攤檔通常都有以下的特徵 窄門是半關上或完全關上 攤檔裡是堆滿了雜物或貨箱 在攤檔的前台或門外有少量的貨品 但就未見有人售貨 由於食環署一直未就著這類的攤檔制定執管指引 前線人員在巡查時難以判斷這些攤檔究竟有沒有營業 管署亦發現食環署未有 處理一個人可以承租多個攤檔所引發的營業不足問題 如之前的調查報告都有提及 承租人可以在同一個街市租用很多攤檔 在個案4裡就有承租人解釋 說自己因為租用了很多攤檔又沒有助手 所以沒辦法兼顧經營就需要關上了部分攤檔 在個案5裡食環署也解釋 某一個攤檔每一天只營業一段短時間 是因為那個當戶在同一個街市經營另一個攤檔 管署認為食環署應該要認真處理 一個人可以租用多個攤檔所衍生出來的營業不足問題 相關個案已經反映了公眾街市攤檔短暫營業的情況確實存在 但現在的租約就沒有規定當戶每天需要經營多少個小時 換言之,正有攤檔如果每一天只經營一兩個小時 他都沒有違反租約條款 雖然食環署向本署表示 在規定當戶的營業時數實際執行上有一定難度 但本署認為食環署仍然應該繼續探討 將每天最低營業時數納入租約條款的可行性 繼續加強和當戶的遊說工作 另外食環署也要深入了解當戶為何承租攤檔但不營業 除了因為租金低,亦可能與攤檔所在街市、攤檔位置 又或是他們賣的貨物類別有關 這些數據都可以作為日後長遠規劃的參考 第四類常見的違規問題就是分租攤檔 租約定名,當戶是不能轉讓、租讓或分租攤檔 當戶是必須在攤檔的當眼處展示商業登記證 乘租人如果授權任何人在攤檔經營業務 是必須向政府作出登記 這一類獲授權經營攤檔業務的人士 我們簡稱為登記助手 就著食環處在執管分租攤檔上的不足本署發現 攤檔沒有展示商業登記證 但食環處的行上巡查竟然未有察覺 調查報告的個案7 有市民向本署投訴某一個街市 由檔戶涉嫌將攤檔分租給其他人 本署於事仔2016年底向食環處展開調查 之後食環處發現其中一個攤檔未有遵守租約規定展示商業登記證 但翻查紀錄 那個攤檔由2011年開始成租 換言之 該處人員即是在過去五年內每一天的行上巡查 竟然一直未有發現當戶為規 本署也發現 食環處現時對於登記助手的身份和數目不切限制 形成了制度上的漏洞 令分租者容易假借助手的名義來經營攤檔 調查報告的個案6 同一個街市裏有7個攤檔 分別由6個承租人承租 他們全部都是用同一個招牌 叫做X公司來經營生意 本署發現 攤檔J的承租人1 同時擔任了X公司名下另外4個攤檔的登記助手 而攤檔L的3號承租人 就同時擔任X公司另外一個攤檔的登記助手 而1號和3號的承租人是兩兄弟 換言之 他們在X公司名下的攤檔是持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雖然本署不可以就此斷定 一個承租人兼任多個攤檔的登記助手 就等於存在分租行為 但是這個一個人可以分身經營多個攤檔的舉動實在不合情味 在實際運作也不可行 管署發現不同攤檔的租約文本 對於檔戶展示商業登記證的規定也不一樣 現時只有食環處新、舊兩款租約是有這個規定 而兩個市政局的租約就沒有理由要求 試想想,如果前市人員在日常巡查時 發現有當戶沒有展示商業登記證 他必須翻查那個攤檔究竟是簽署哪款租約 才能確定當戶有沒有違規 這樣做絕對會影響執管效率 接著就是本署的整體評論和建議 綜合食環處就住各項違規情況的執管不足 本署有以下的整體評論 本署認為食環處的巡查操縮 是未有效可以督促到當戶守規矩 主動跟進不足 每每都是因應市民的投訴或本署的調查 也往往隨著投訴個案完成而結束 令到違規的情況持續 執管寬鬆 令到現有的執管機制冷氣阻下作用 就著同一個攤檔出現多項違規情況 只是作出局部的執管 沒有針對所有違例或違約的事項 在調查報告中的所有個案不約而同 都發生在外判階時 某程度上也反映了食環處對承辦商的監管不足 從而亦很難有效來規管當戶 因此本署作出以下的整體建議 本署建議食環處 應該就著前線人員每一天需要巡查的項目 重新去訂定一個合理的巡查頻次 和加強對前線人員的監察 嚴格分市街市各級的管理人員 應該要主動打擊 和持續去跟進街市攤檔的各類違規情況 全面去檢討本身和承辦商人員的工作模式 加強執管力度 包括要求他們要嚴謹去巡查 和跟進一些長期和嚴重違規的當戶 和必須要按照既定的執管標準來行事 加強監督和提示街市各級的管理人員 就著同一個攤檔的不同的違規行為 應該要全面作出執管 就著攤檔營業不足的情況 本署建議食環處應該繼續研究 將每天最低營業時數 納入租約條款的可行性 探究攤檔長期休業的原因和制定對策 就著執管分租的行為 本署建議食環處要檢討登記助手制度 考慮就著登記助手的身份 訂立適當的條件和限制 將商業登記證條款 納入所有攤檔的租約文本之內 統一攤檔展示商業登記證的規定 我的調查報告到此為止 現在將時間交給專員 謝謝Rebecca 近年深水專員工廠也收到市民的投訴 公眾街市的違規情況幾嚴重 而且不少問題已經存在多年 經我們的主動調查後 我們歸納公眾街市攤檔出現的違規問題 有四個方面 第一,不少攤檔佔用公共通道 不僅阻塞、妨礙逃人 亦對其他守規矩的檔戶不公平 第二,有攤檔改變攤檔用途 將原本應該是用來向市民提供食物或飲用品的零售攤檔 變成貨倉、冷藏庫、甚至辦公室 這樣的做法既違背了設立街市攤檔的原意 亦減少了消費者的選擇 第三,有公眾街市的大量攤檔長期關門大吉 或每一天只營業一段很短的時間收工 令到原本很熱鬧的街市變成很冷清 詩問,如果你們是顧客 你會不會有興趣再繼續去光顧這樣的街市? 第四,就是分租的問題 公眾街市攤檔其實是政府的資源 當戶是絕對不可以把它當成自己的私有財產 是把它分租來謀利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違規行為 就上述我們所說的違規行為的監管 我們就發現食環處有五大不足 首先就是巡查粗疏 無論是屬於直管街市或外面街市 其實食環處每一天都有派人去巡視 但在這麼頻密的巡視之下 部分人員對於攤檔的返規行為 竟然是視若無睹 以至到未能夠有效地去監督當戶遵守 他們需要遵守規例 第二,就是監管不言,欠缺主動 食環處就違反法例和違反租約的攤檔 其實也是制定了一些執管的機制 處方可以利用中止租約的方法 去懲處長期違規或屢犯不改的放戶 但是在實際操作之上 食環處對於違規攤檔的更進並不主動 不少個案都是在接到市民投訴 或者在申訴資源公署展開調查之後 才著手去處理 第三,就是執管寬鬆 例如他只會重複發一些口頭警告 或者很輕易接納了攤檔的違規事情 好像剛才同時也說了 做了小事推桌椅子出來 就說已經調整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四,就是對於攤檔出現了多項違規的事項 就指著一些局部的執管 其實這樣做是有違 食環處自己本身所設立的 以及制定一個要全面監管的一件政策 第五,就是對外判街市的承辦商監管不足 很難是有效地去規管這些檔戶 上述這些規管不足的情況 令食環處的執管工作 由於只得硬件的設備 沒有軟件的配套 實在是發揮不到實際的果效 我們要強調 當有個別的檔戶出現這違規的行為 食環處如果不早些去 嚴格去執管 及早去防微倒佔 其實最終會令到檔戶 積飛盛視 而其他檔戶又增傷仿效的時候 就會令到違規的問題 就像滾雪球一樣 就越滾越大 結果往後的執管就會加倍困難 還有就是 其實無論哪一類的違規行為 都很可能是損害了公眾街市的營商環境 減低市民光顧街市的異獄 竟然也會影響當戶的生意 在這個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再加上租金又比較便宜 低的一些因素 更可能是誘惑到更多的違規行為 例如黨媒索性乾脆 關於攤檔 那些租金又不便宜 關於攤檔做貨倉 其實形成了一個很差的惡性循環 基於調查所得 我們是向食環處做了八項的建議 期望食環處會全面加強 對於公眾街市的攤檔規管 確保街市能夠發揮 應有的角色和功能 攤檔也容得其所 所以我會說幾句 在英文中 有四個類似的 irregularity commonly found in public market stores namely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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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确认保障碍 of outsourced contractors leads to ineffective regulation of tenant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my office has made 8 recommendations to FHD for improvement with a view to strengthening the department's regulation of public market store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家有問題嗎 你好有線電視 剛才聽到是否說個案全部都是在一些外判的街市裏才發現 其實是否在說如果是由食環署自己管的街市 問題上相對上就好一點沒什麼問題 就在我們剛才1至7的個案 的確是一些外判的街市 但是我們也不想就這樣 下一個結論就說外判的形式一定不好 但這是一個情況 不過在我們的調查中 我們也的確發現食環署是對於這些外判的承辦商 幫他們執行外判的服務的時候 他們要進行的工作是規短不足 所以我們相信食環署對於外判的形式 他們是要多加注意的 是 讀媒 我也想追問Junie剛才說外判的路 其實可不可以說一下 食環署自己管理和外判管理的具體分別在哪裏 針對那7個問題 如果他直接管理的話 當然是由食環署 中間有部份的街市 是他自己直接去管理 我想是由食環署的職員自己去管理 如果外判的話 當然以一個合約形式 就將這個監管的工作給了外判的承辦商 但在這裏我們也想強調一個問題 就是你去外判是外判的工作 不是外判的責任 所以食環署對於外判的服務 要給一些外判的承辦商的時候 必須要留意如何規管和監測他們的工作 剛才食環署有一個回覆 他們也在前面成立了一個街市特典隊 就說已經加強監管了一些來佔用公共通道的情況 想問回前年都已經成立了這個專責的隊伍 是不是仍然覺得這個做法不足 怎樣可以再改善更多呢 當然如果他們在這方面 提高了警戒性和認知 是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有這個巡查的隊伍 我是覺得是好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巡查裏面的時候 其實我也希望他們真正能夠達到 他們成立這個隊伍的一個目的 就真的可以有效地去規管這些情況的法案 我看一下 李德克強有沒有補充 謝謝專員 補充一點點 關於那個街市特典隊 其實如果你們參考我們完整的調查報告 其實在我們調查報告第四章的4.5段 其實都有提及 他們都是最近 由2016年5月開始成立了這個特典隊的 請問一些請問 I think i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the contract or this kind of service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DHD to oversee whether the function is properly served by these outsourced contractors tha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we do also think that for those FDHD staff they should also closely watch out for the inadequacy of the outsourced contractors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untry to analyze the case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case was in a situation I think the case was in a case that was a case of a case of two or something 有个总次数几百次那个 其实可不可以详细讲一下 你们有没有问到食环那里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奇特的情况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执法呢 因为如果跟回你们之前所说的执法的规定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想问一下 那个营业时间不足的问题 其实有没有一些 攤档的数字 究竟一个月可能 最多是休了多少天 发现可不可以详细讲一下 谢谢 好 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休了多少天 那个同事稍后会给你一些资料 你刚才所提到的情况 正正就是我们想说的 为什么会时不见 因为根据机制 食环书应该每一天都会有人去巡查 那么你这么频密的巡查情况之下 为什么会不再进一步去做呢 而是用一个比较容易一点的情况 去进行这个执管 正正就是那个例子里面 我们都不是太明白的 就是为什么不会将那个行动去升级 这个我们觉得是很难接受的 谢谢主持人 那么说回那个营业不足 其实就是在我们调查报告里面的个案4和个案5 其实刚才在PowerPoint都有介绍过 就都反映了 其实很多就是违反了租药规定 一个月内休业超过7天 那么也都有一些的摊档就是发现了 他们就可能每一天都开的 但是开两个小时左右 那么大致于你说 如果是全港街市那个的营业不足的情况 那么其实全港街市有99个 那么我们都其实都难去 就是说做一个很很很 很全面的一个统计 不过就是就着我们过往收过的一些类似的个案 还有其实本署人员都有下去视察 其实发现街市没有开档 或者是长期关门的情况 是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其实以往也都有一些的传媒也都有报导 所以其实我们就归纳到 其实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公众街市的 其中一个都严重的一个违规问题 你意思最多休了多少天 我们就没有这个统计 就是它最多是 你们可以去问食文处 就是关于有些所谓长期关门大吉 那它是不是整个月都不关门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希望他们会在将来的租药里面 也会有一些的条文 就是因为现时他们没有特别有多少条文 就是可以令到那些执法的员工 是可以去看一下 它关门的时候 那其实可不可以去执法呢 那执本这方面比较困难一些 所以我们都希望他们 在将来的租药或者条文里面 是能够考虑加入一些 每一天的营业或者甚至是每一个月的营业 是有多少 我相信大家 其实包括我坐来 我都曾经去过一些街市 如果是长期大量的这个摊档 它是关门了 其实会令到那个街市是正硬的 那就是如果你说是真的可以 是很热闹的 或者令到市民是很喜欢去那个街市买东西 那情况也会差 然后也会影响到那个城海街市的运作 那就是每一年政府用多工厂去设立这些街市的时候 其实那个意义就变成了 就是又失了方向又失了意义 那如果大家没有特别的问题呢 那就多谢大家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